正大的在杭州开幕了 习近平开幕式特别提到说 浙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 本来是二级城市 透过了这样子的运动赛事 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之外 也能够让整个地方 大幅的越境跟升级 其中圣火用虚实整合 有VR的点火的选手 也有实质的实际的选手 一起整合来创造一个新的画面 这件事情是虚拟活 聚首踏过前堂山 这样子来点燃圣火 当然因为版权的关系 很多这些亚运的画面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但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在很多新闻频道上 可能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零碳排绿能 还有数位烟火 取代传统烟火 用手机就可以看到烟火 等等的各种的模式 代表着开幕式 这种制作人讲的话 就画龙点睛说到了这个重点了 只要放烟火 空中一定有烟尘粉尘污染 透过不放烟火来表达 杭州亚运的理念跟想法 包括环保的意识 当然人潮挤爆 因为要办亚运 所以整个杭州公共建设 捷运多了十几条 那么灯光璀璨 人潮挤爆 所以沙国的绥队医生就形容说 住在亚运圈非常的很好 很盛大 总之是的确花了大钱 为了要促成这一次 在亚运的宣传跟观光 那么亚运村里面 被说是这种科技满满的概念 包括可以寻查充电设备的机器狗 自动灭纹的机器人 无人的双麒麟摊车 无人的公车 直接可以在园区里面 随时的去定点的来上车 还有机器人钢琴 甚至坐在公共的公园长椅上面 就可以充电 这就是所谓的科技设备 那亚运的吉祥物 也都是以人型机器人 来做一个代言 概念是一个最观光的古城 最古老的城市 透过餐饮文化旅游 跟科技结合之后 希望能够带动的是 2000万的游客 那么接下来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高光时刻 华为在这个科技展现上 又要跟美国来分庭抗礼 所以这一场连直播上 主播都要拿着这个MAT60 Pro 来做亚运的报道 那接下来甚至有一大堆的直播活动 明天就是MAT Pro 正式华为的发布会 所以在先起的 所有的各个平台上 都有看亚运拿几面金牌 送几面MAT60手机 各种的画面抽奖 都用华为的手机 来为主要的通路跟宣传 那么预计明天这个正式发表会 有140家媒体参加 包括国内外 那发布会意义重大 被说是排场面很重要 那增机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MAT60 Pro的RS版 传言还搭载了 无奈米的麒麟9100等等 任正非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压力使我们变强 他是在感谢美国的 听听他的谈话 不论就怎么不是名人呢 是全世界的名人 全世界不知道 但是看到亚运 当然中国要展现他的科技力 其中头号的就是华为 那但是同时 当然也有一些在选手 印度啊等等的各种小小的争议 但整体来说 他要展现杭州不一样了 而中国的科技实力不一样了 这个亚运大概准备了8年了 那总共投入的钱 是2000亿人民币 有人算就要9300亿台币 所以这个事实上 大概他们通常是这样 就是通常也会借这个机会 把那个城市做一个翻新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捷运又拉好几条 那比如说这一次 因为主办方可以增加项目嘛 那他增加的是电竞跟霹雳舞 那结果杭州就盖了一个 大概是亚洲最大的电竞中心 现在就叫杭州 那有很多电竞选手 这样的一个古城 都去这边 那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场馆 那这个我们 他们当然有盘算 都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能够吸引 他们说希望能够吸引到 2000万 2000万可能不是这一个月 应该是一整年 长假下来 因为坦白讲杭州 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并不高 没错它是二线城市 对是中国知名度非常高 可是国际知名度并不高 所以他们认为可以 增加很多新的国际游客 那这里面事实上有一些是 令人惊艳 其实我认识一些记者 他们就说 他们这是所有的东西 在云端里面都有被打 所以变成他要剪片 剪辑变得非常方便 你要多大的 心理用量跑得动 你去想一想 所有的造景 还有比赛 他就是有都有剪 都有拍就是了 然后就在一个云端里面 那记者就在那边 要回送 那想想我随便一张图片以前 还要压缩 怕跑不动 现在他们整个量体有多的大 那你去想想 那个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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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剪辑之后 能够立刻传出去 所以我记得那个 就是国 我记得是奥林匹克也有人去 他就来讲说 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媒体中心 所以希望以后各国可以参考办理 比快的 因为其他真的 我都见过了 比如说什么五人车 五人双七零 这个日本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没什么 这个大概大家都看过 可是这个云端剪辑 新闻影片 即时传入传出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能量太惊人了 表示是科技力 每一次都这样 都是展现那个国家 当时最好的科技 然后表现在方方面面 那因为这个杭州市 它是高度重视 它已经准备了八年了 所以也包括整个城市的改造 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 自我有去那个时候也花了非常多的钱 那北京也是很多地铁也顺势开 那还有奥林匹克的奥运村 也留下来部分 那变成民房 还有几个重要的场馆 现在也都变成纪念的建筑 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一样 所以拜登呢 大家的做法在外交上面主要的策略 仍然是一样的 就是继续要卖军售嘛 每月已经进行了包含F16战机的史上 最大规模军售案 他先前刚刚访了越南 而跟越南现在谈的是 包括了F16战机的出售案 其中呢 这个武器进口大约预算要20亿美元 他们还担心哦 越南政府可能预算数没有办法 还打算帮他们做一个融资的规划预算 让他可以买得起 而且美国还说 以后这个只算投资的概念嘛 以后越南还会买越来越多的武器 这当然会不会说 几前都像俄罗斯买的 会不会引起俄罗斯或中国的不满等等的 他们还有一些西方媒体的分析 哎呀搞不好会激怒中国啊等等的 但白宫却自己面临的很重大的问题 9月30号如果预算再没有通过 两党这样斗争之下 就要30号停摆啦 又要关门啦 那目前共和党的议员们都出城去督驾去了 没有要加班赶工 所以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 本月底躲不过停摆的命运 白宫甚至指示了联邦机构做好准备 美联社的报导是说 一旦联邦政府的服务中断 政治跟经济又要再次的面临惨重的代价 而美国前财政部长桑莫斯 他是市井说现在台湾 美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停滞型的通货膨胀的概念 所以联准会一再虽然做鹰派的宣誓 说通膨获得控制等等的 所以这一次暂停升息 但是他看到事实是 美国经济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 包括了汽车工会罢工 学代调整的财政赤字 占GPG居然高达8% 还有医疗保险这等等 对通膨造成的压力 马上陷入的停滞性的通膨 对美国将是重大的冲击 如果再加上联邦政府还要再停摆的话 那美国要负责代价 当时非常的惨烈 不过在追中国这么多 什么官员一个一个不见如何等等的时候 在美国的贪腐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层出不穷 亮哥 这个梅兰德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主席 那是目前大概国会最有分量亲台湾的参议员 所以坦白讲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是 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他在国会里面担任的职位 照规定要立刻辞掉 现在是民主党叫他整个辞职 这个压力太大了 那他也是台湾小组的联合主席之一 那我们不知道 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一定要辞的 那是参议院的规定 那他本人要不要辞这个这个坦白讲 就看New Jersey的选民怎么看 因为贪污罪至少要两二审 那明年就要选了 他明年就要选了 那这位先生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上次跟那个 那个Granhan来台湾嘛 跟我们要波音波音飞机的 就是两位 这个主要了 那我就记得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蔡英文还坐着听 影响力很大 台湾政策法的提案人也是他 那台湾政策法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对台湾涵盖面最广 大概美国二战以来 对台湾涵盖面最广的一个法律 那当然跟台湾在美国的智库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未来台湾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位 人士在外交委员会的帮忙 我觉得对外交部要推动一些事情会有影响 可是没有办法 这个我觉得证据抓到这个程度应该就是真的 这个百分之百被FBI窃听了 而且他怎么你看 他叫妻子不要传简讯或电邮 连这个我知道 那搞不好就是被签讯了 连Google搜寻了什么都被记录下 对所以 而且是金条 现金啊 这个我看 这个后事不妙 那美国政府官门这个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事 因为现在这个共和党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位是挺川普的激进派 那川普已经下呼吁了 所以一定要让他好看这样 所以连这个迈麦卡锡那天想要表决一下 说是不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连程序表决都输 连程序表决都输 那目前他是已规定 要在9月30号这个叫财政年嘛 10月1号之前一定要通过 那目前有12个拨款法案 还没有过 现在预算是对决了 那这个川普挺川普的激进派的议员又有20个 20几个啊 所以坦白讲非常悲观啊 那上次的关门是关了35天 美国是亏了30亿美元 这次一般估计会亏很多 因为拜登实在是通过太多相关的补贴预算 所以一般人估计大概一个月就要亏60亿 而且会不会顺利结束 没有任何人有把握 因为这次这个对决的法案啊 有很多都是意识形态有关的 就是很多就是他们认为 拜登有一些福利法案啊 根本就在绑装嘛 就扯到明年的选举啊 那有一些是国防法案 那这个就牵涉到乌克兰那240亿啊 美元啊 所以相当的麻烦啊 牵涉到意识形态 牵涉到选举的利益 那牵涉到对于未来的 比如说俄乌战争的基本看法 太复杂了啦 所以这次真的谁都没把握 新景新品发布会在今天的2点半举行 那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张亮颖啊 也在开场的时候 特别唱了这一首我的梦 然后提到了 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 穿过了黑夜 踏过了边界 走过雨走过风往前冲 总有一天会站到你身边啊 人家就讲说 这案子冲破了美国的魔爪 那大家也记得 9月25号就是孟晚舟 这个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所以他们选在这一天 有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哦 那他们也在这一天来发布他们的新品 那当然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聚焦 刚刚在这个直播的现场哦 也看到了这个刘德华担任 这一次的华为品牌大使哦 那还有讲说 在这一次这个信仰无限趋近的路上 他们总是选择那些 少有人行的这个道路哦 那也一次次站上那个人机罕至的高度 走在时代的前沿 也在潜移默化的 用东方文化来影响着时代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华为现在我们最新现场 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看好了 前所未有的体验 像玩手机一样操控大屏 我们希望我们的华为智慧屏 不仅仅是电视 更是放到家里的超大屏手机 大家一定好奇 说我们屏幕大 怎么就叫超大屏手机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带给大家的超级重磅的巨目旗舰 华为智慧屏V5 Pro 强悍的性能 创新的交互 开启了巨目手机的新时代 一连串华为很多各式各样的新品 包含了穿戴装置 然后甚至是V5 Pro 以及呢 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个Mate60 都陆续的在这一场的发表会当中登场 等于是整个家族系列的七款新品全面的登场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有非常多大陆的官媒 也都是同步正在播放 预估这个全中国大陆 甚至是全球加起来 可能有上亿人同步正在收看 那光是预约要收看的人已经超过百万人次 所以我们看到 刚有人说七款 也有人说是八款 因为包含了原本就已经亮相这个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手表 耳机 那市场也在讲说 这一次还会有这个 据说有这个佩戴通话的相关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非常期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直播 到目前下午的三点 现在人气非常的爆棚 还有华为的官网 商城 微博 官方的一些管道 都在同步的这样直播 也创下了历史 那有一百多家的媒体 光是这个清单列出来 从华为的官方网站 到这个各大媒体优酷 这个微信 这些爱奇艺 全部通通都正在播放当中 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一次的925 华为是怎么样的一个强势的逆袭回归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华为现在对上了苹果 从晶片站到人才 美国的智库学者 哈维佐定他讲说 美国通过的制裁禁止了华为 用最先进的晶片 但是呢 华为他克服困难之后 有了5G晶片 某种程度上 就是美国在推动中国 增加自己自足的能力 艰难之路 为勇者行 这个就是中国 那现在iPhone 15对决 Mate 60 Pro 已经从这个战线 从这个购买端 已经到招工这个阶段 都在抢人 你看到广东工厂上面 已经在上演抢人大战 华为的仲介出现在 富士康的门口来抢人 根据招聘的讯息讲说 薪资开得比苹果还要来得高 而且学经历的要求也更高 但是给的待遇是更好的 所以招工的一些仲介就讲说 学历证书拿了没有 跟我去这个东莞的华为工厂 马上回家拿这个证书 我直接开车 就有车 就送你去面试 那我们来讲 这个任正非就讲说 其实我们华为 并没有要打倒美国 而是中国要学习 西方的先进文化 他说世界上就有一个贾伯斯 中国有没有贾伯斯呢 应该是有的 有这么多聪明的小孩子 都很厉害 中国也许不慎行造神 但是中国很会打一个团体战 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的亚运也等于 华为的另外一大亮点 在这个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看到这个首次云上亚运 观众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在这个杭州亚运里面 婉转 所以他们这个一站通的用户 已经超过了一亿人 首次使用这种移动的 支付互联的亚运一站通 所以很多境外人士来这边 非常的惊艳 就说我只要拿着这样子的一只手机 我什么事情通通都可以用这只手机来搞定 比方说乘坐地铁 消费 甚至查询资料 全部通通都可以用这一个手机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亚运开幕会 人家也关注到说 深圳企业队 现在亚运会会持续到10月8号 作为这个场馆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商业供应商 这些企业纷纷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 让大家感觉到说 哇这个通信跟数据的服务非常的通畅无阻 所以这个涵盖的范围 华为包含了像是交通啊 传媒啊 还有政府啊 这些六大行业21个重点的用户 37张重点网路 所以看起来非常绵密的一个网路 让大家体验到说 哇华为这一个网路5G 甚至5.5G的一个强大实力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925发布会 事实上就是孟晚舟回中国的两周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叫做复仇成功 王者荣归 这个非常明显 就是当年他就回来了 就讲了说 如果真的有所谓红 就是只有中国红 那时候就已经举起了 中国民族主义的号角 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就是中国红 你背的比我好 其实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些产品 我不会很意外 我其实更重视的是孟晚舟9月20号 那个演讲 那个已经过了 可是今天这个只是他的第一阶段而已 他9月20号的演讲说 这个2023年就是 All Intelligence 对不对 他之前是All Cloud 就云端化 他第一个10年是All IP 第二个10年是全部云端化 那接下来的10年是 全部都要人工智能 所以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开始 讲了三句话 非常的精确 他说要让所有的对象连接起来 这个只是第一波 就是要让 这个都是对象 七个产品八个产品 都一样 都是对象 那第二个是 要让所有的应用模型化 就是所有的应用 他未来都要用人工智能导入 那最后就是他的目标 让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计算 所以为什么任正非会讲这句话 说未来算力是所有科技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要深思 华为后面那两句话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这是一个手机公司 你错了 华为不是一个手机公司 是手机对个人来讲 它是一个必要的平台 所以手机非常重要 可是华为要做的是 手机加上智能车 加上你的家庭 企业 然后还有未来整个环境的数据化的系统 他要把它全部连起来 就是把我们带入他这个生态系 这个才是可怕的东西 就是未来他要把所有的应用都模型化 就要导入人工智能 那未来你透过他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盘古大模型 你就可以算出每一个应用的 他可以帮你算到一个更简洁的方式 更有效的方式 那最后就是你所有的决策 都可以计算 这很可怕 这个远远超过我的智商 可以想象的地步 就未来 就是你不一定要智商高 可是你有 你这么聪明 你的想象都超过人 那不得了 不是因为 因为他用比较精准的语言 表达出他的未来科技的世界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补充 就说对对对 这个太好了 简单讲就是说 你以后你也不用智商157 你只要用他的平台 他就可以帮你算出比较好的决策 那你每一个应用领域 他可以帮你人工智能化 你就可以比较有效的生产 那现在这些 只是他把这些平台都连结在一起 那未来就是物联人联 全部都连在一起 他要创造的是这样的一个 未来科技的生态系统 这才是 我觉得美国真的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另外的很有意思的是 拜登跟川普的民调 现在要决战2024 结果竟然支持度 华尤做出来的民调吓大家一跳 拜登只有42% 川普只有52% 竟然差了10个百分点 差了那么大 连华尤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华尤讲说有可能异常 我们自己也重新再检阅了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怎么会跟其他人差那么多 你看其他人可能好像 大概都是可能几个百分点之内的 但怎么会差到10个百分点 他说可能结果是异常 但是明明是异常 他还是公布了 所以到底是反映出怎么样 是美国人现在对于拜登政府的 一个不信任感吗 根据ABC跟华尤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44%的美国人觉得说 拜登你当总统之后 我们的财务状况变得更糟了 而且这两家媒体是 等于说1986年以来 对所有总统进行民调当中 这个比例是最高的一次 就是说有最高比例的人 认为自己现在财务状况越变越差 就是在拜登的任内 那我们看看 现在美国的经济真的很惨 多重灾难同时爆开来 包含了现在这个大罢工 就是汽车工人大罢工 已经进行到了第九天 而且美联储也传出来 要裁员300人 这是13年来的首次 所以看起来 这整体美国自己的经济状况 真的恐怕也会成为 半岛拜登的一大关键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拜登在今年访韩 如果有机会 那一定是APEX之后 其实时间非常赶 那因为有一个议题 本来中日韩是要谈 就是FTA 可是这个议题 大概被搁置了有一阵子 那一开始是因为 韩国不愿意 因为韩国不想跟日本有FTA 那韩国就认为说 他跟中国已经有FTA了 然后又参加了RCEP 那可是中日韩FTA指向的是 类似CPTPP那种高度的 就可能是95%高度开放的 这个FTA事实上对台湾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可是 事实上中国跟日本都有意愿 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的议题 这尹锡悦的萨德飞弹 还要不要搞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中国大陆 大概看到了一些迹象 就是福岛核污水这个议题 事实上尹锡悦跟岸田的民调 都在下降 尤其是岸田 岸田的民调现在已经跌到25 那日本首相如果民调低于30 一般定位为治理瘫痪 所以岸田现在是相当麻烦的一个处境 那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月底又要再排放一次了 因为他就是只能黑到底这样 可是黑到底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尹锡悦的民调是跌到31.4 而且我们知道这几个月来 韩国的经济是非常差 那就是当然有一些产业 外国订单变少 还有很多是被入器打败了 说实在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判断韩国 也会有一些需求 就是 事实上搞不好福岛污水 韩国是一个破口 就是因为他比较有机会 跟岸田说上话 不然现在中日就硬杠杖 这个也许是一些考虑的因素 不过 因为尹锡悦实在是有够亲美 他那个脑袋发烧 我们有时候也不太能了解他 吃错药 他去美国 还有American Pike唱 不要到中国 最好去问一下 那个普景惠的经验 因为普景惠会中文 那他们同属保守阵营 普景惠跟中国关系 就处理得非常好 虽然他也是 比较亲美的 可是没有一些这么亲美 所以我觉得 普景惠应该可以给他一点参考 那川普民调大赢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就是 你拜登怎么会把国家搞成这样 事实上最近PO机构PWR 他做了有关美国政治的 老百姓的一个民意调查 那里面 大家最常用的字就是 筋疲力尽 Exhausted 大概有60几% 那第二个叫做Angry 感到愤怒 都没好吃 就是这两个词 没有Disappointed 他们也用这个词 那个Exhausted更严重 对 亮哥你怎么看 在这个从华为科技战 到西方媒体现在 往这个方向来发展的时候 的确现在还是都没有 任何官方的消息 亮哥 我不认为iPhone敢 大剌剌的去抵制 华为的那个充电线 你这得罪多少 中国大陆的民众 没必要 对啊 而且这又没多少钱 对不对 那如果只是PD 那个规范 那个事实上 那个协议就很容易处理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 就确实有这个状况 可是不是故意的 真的吗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是故意的 那iPhone在大陆就不用卖了 因为一定会有人 开始做一些动作来反抵制他 我认为iPhone不会这样做 这样太愚蠢了 而且这个错误太低级了 你知道吗 小动作 对就是太低级了 充电线就开回来 对啊 这个太低级了 所以我觉得不至于 那华为是这样 因为华为4G的通讯 它跟5G的衔接 它是用堆叠上去的 所以你如果装了4G 然后要换成5G 你的成本上会比较低 就是你如果都是用华为的系统 那德国4G用了62% 你现在怎么换 所以为什么它成本那么高 你如果要换 就整个差距要重来 而且它是几乎是 就是到处都是 4G的通讯 就是华为的 比如说我随便讲 那个地铁站 所有的都有 那个地铁之间的通讯 光是这个就有800个车站要换 那你都要重来吗 这个只是一家公司 在说做不到 这个就是德国的 那个地铁的公司 那还有其他很多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意识形态挂帅 就是德国 我们不要讲德国了 你讲美国吧 美国现在是都不用华为通讯 那你有查到人家的后门吗 我没有看到报告 美国如果查得到报告 会不公开吗 就是你找不到 你的 我跟你讲连印度 都觉得不好意思 印度就说对华为 还是要多那个安全审查 但也不能一下给人家全部禁掉 就只有美国全部禁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台湾 就是基本上 就是你就是最follow美国的才会全部禁 那英国就是跟着美国走 结果现在美国说我会补贴你 到现在一毛钱没拿到 那德国也会补贴吗 德国当然就不信 因为谁叫你英国犯傻 自己先去切 对不对 可是因为台湾本来市基华为比重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我是在跟你讲就是说 因为华为事实上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它市基就非常成功了 所以现在你要再往上走 你在市基的基础上往上走 你事实上会方便便宜很多 那变成说你要跟钱做对吗 而且你全部都重来 然后也没有任何证据 那人家当然也会跟你告发嘛 说你这个不符合你政府的法律啊等等嘛 所以我认为 恐怕就是有一些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 然后让他换装的过程 就会不断的有争议出现 比如说你欧盟的 那个冯德莱恩 然后总要讲话交代吧之类的啦 那这种人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那因为美国一直没有放软 所以这些人就要跟着美国讲话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个麻烦事啦 可是越来越多国家不管美国了 比如说巴西 他就不管了 马来西亚就不管了 越来越多这样的国家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再看个几年才会看得清楚 你中比一比又是如何 在美国有新的高铁路线总算开通 那美国很多朋友很开心啊 因为等了好久 这是由佛州的迈阿密海滩到迪士尼去 哇不用开车 高铁3.5个小时到 可是其实它是比开车快了半个小时来回 如果单趟的话是15分钟 这个好快的高铁 那但是这个高铁大家众所期待等了好久 想不到第一天首秀 除了开场的延迟半小时之外 首班车就延迟半小时 结果尴尬的是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突然成了一个死亡列车 在路上就撞死了一个行人 那当时其实时速是不到200公里的 铁轨居然没有相关的警示呢 还怎么会就立刻出了问题 结果才刚刚开开出列车的第一班 就出了死亡意外 这个叫做致命的Brine Line 就是被翻译成这个亮 这个叫做阳光 Brine Line的这个列车的公司 其实两条线都是他们公司的 都是从迈阿密 另外一条是从迈阿密到 欧连州的第一班火车延误 列车死亡率最高的列车 是他们公司的 从迈阿密到西中旅县 这个引以来已经造成了98人死亡 根据美联市的分析 这个列车每年行驶 51400公里就一个人死亡 就是它有个统计数字 就可以死亡这么多人 而每年在美国一年就有 1704起的火车出轨事件 尤其是这家公司的市市率 又是非常高的 其中美国究竟现在洛杉矶 有高铁工程 因为缓慢 很进度等了半天等不到 15年被形容是完工遥遥无奇 那连接洛杉矶内华达州 美国那么大 有各项的高铁建设备受期待 还今年终于获得了 37.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 目标希望赶在什么时间点呢 这时间当然很重要 2028年有洛杉矶奥运要启用啦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进度很为难 2018年其实当时就已经同意 花90亿去新建了 就15年过去了 现在整个追加预算 一定要超过1000亿 当然各种预算会 成本都升高了 但是当初预估的成本 450亿相去甚远之外 也还在拖着 这因此让当地的人也很疑虑 到底有没有办法赶上奥运启用 还是个问号 看看基础建设 当加州到拉斯维加斯高铁 卖出关键一步之后呢 有没有办法启用 现在还不知道的时候 但看看印度好了 为什么我拿印度来跟美国比 因为有点像 很尴尬 因为美国的高铁总里程378公里 昨天我们谈大家很有感受 因为跟台湾比就知道了 这个长度跟台湾差不多 但战数却比台湾少很多 它三个小时走完全程 时速其实大概只有126公里 200公里是最高上限 它可是时速是只有 平均是126公里 比起印度的高铁 不是一般的快速铁火车而已 它是高铁 高速才对 但印度高铁是时速180公里 官方说有160公里平常在走 可是其实实际上 时速是63到96公里 叫做高铁 那福建到厦门 比一比就知道啦 大陆的首条 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开通 一比就完全清楚 而美国现在 在自己的基础建设是这样子的成果 但是它现在要承包整个中东的基础建设基建 还拉了沙奥地阿拉伯 一起来帮印度要盖铁路 那中国这个平庸使说 中国帮别人做嘉义了吗 之前不是有很多各种合作吗 那现在怎么回事 预计包括了美国 沙奥地阿拉伯 阿联酋 印度四个国家 联合打造的铁路网会 整个为中东海湾国家串联起来 透过海湾地区的航运连接到印度 那找美国印度去帮忙盖铁路 他有没有担心呢 因为刚刚讲到印度 有个讯息是他也是一开通 有第一班车就出事了 出意外 但是他撞到的是牛 声称官方说 又撞到牛了 好 所以当印度跟加拿大最近的冲突 也在国际版面上受到很大的关注 当然是因为内部有一位 在加拿大有一位席客教的领袖 三个人一共遭到了刺杀这个案件 现在整个风波还在越远越列当中 杜鲁道由于在民调支持度上面 现在已经落后对手近10%了 被说是不是他的总理之路也要到头了 印度外长说 如果已经放软了一些咯 如果发生任何值得关注的事件 有人向我方政府提供具体资讯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检视 如果不是谣言而是可信的 就把资料拿出来 现在是前印度外交官说 还有更多你要讲谣言吗 那么还有另外谣言 你杜鲁道这是一个喝牛奶的小婴儿 G20的时候在专机被扣牙 因为在印度的时候飞机上搜出毒品 在节目上讲 他还大骂杜鲁道是恐怖分子等等 就你要讲谣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讲 这显然是非常的尴尬的状态 而杜鲁道现在怎么反制印度呢 他现在宣布要加大对印度的扁斗放缓出口 因为加拿大是印度扁斗的主要出口进口的来源 所以用来做咖喱的 就是都要报复 就是要让印度没有咖喱可以吃 亮哥怎么看这基础建设到印度跟加拿大的冲突 美国大概很少人把铁路当作平常的交通工具 他那么大有 所以才会不知道要设平交道 干嘛的 拜托 一百年前就有了吧 不 它很久没用了就忘了 大家都开车啊 开客人大时代 你就忘了这种必要性 手航丢撞车 这个我觉得我不会太意外啦 真的吗 不过我比较意外的是 是佛罗里达州 那个州长还在选总统 是 那迪桑提斯你还选个屁啊 怎么会发生种事啊 这个我看一看他那个高铁的速度比台湾还慢 真的 对不对 我们北高四百多公里 我们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到啊 对90分钟 比他快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这种泱泱大国会搞成这样 事实上美国在盖高铁的过程 还牵涉到很复杂的环保啦 跨不同的行政区啦 是 比如说跨州就造成协调上的困难 基本上已经没救了啦 所以这个问题就跳过去了 没救了 基本没救啦 是 因为他 你看那个当年艾森豪要盖那个跨州的高速公路 那比较汇聚全国的意志耶 那那个时候真的美国人就支持这个计划 事实上有两个计划在美国的基础建设 历史上是成功的 一个就是艾森豪推高速公路 那一个就是柯林顿推资讯高速公路 就是全国的网路建设 这个如果没有全国的一致的共识 是弄不起来的啦 比如中国大陆的高铁 那当然是各省市都乐见 他们要不要办个亚运报个什么运动会 没有那个也只有区域性 我是说中国从这个四中四横到八中八横 这个需要花多少钱啊 这一定要有全国很大的共识 只有中国能做的 对不对还有输配电系统 都要从西北把那个电力拉到浙江 这个需要很大的共识 因为这个建设需要花大钱 那我觉得美国就是一直拿不出这个决心 因为他有很多州的人就是要开车 我才不管你呢 美国事实上现在还有中西部很多州 拒绝装电装 不要开电动车啊 你就看这个国家怎么整合吧 所以我是觉得难度太高了啦 所以印度 印度啊 跟加拿大 印度我觉得坦白说 我看到这种行为 真的就让我联想到 他内部一定是高度压制 习客教徒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嘛 所以才会讲得这么愤怒 对的 他对穆斯林 对习客教 对东北的阿萨姆 就是这么凶害 因为这一次给予 他们这个等于说 BG这个部门的员工 是什么呢 一台 MAT60耶 哇 看很多人很羡慕 他就说 制全体降势的一封信哦 表达这些默默坚守在岗位上 用自己力量照亮工作的一线员工 深深的感谢 所以很多这个大陆的网友就留言就说 难怪我们都买不到啊 第一批给予员工当然也是 就是要感谢这些员工哦 就是跟华为一起打过了这一场战啊 然后重新这样荣耀回归 那除了这一个月 这个包含了手机之外 还包含有六个月饼哦 茶叶啊 茶碗啊 茶壶哦 是一整套的 这样送给华为员工的中秋大礼 让大家非常羡慕哦 那昨天呢 其实还有MAT60的RS 昨天也是开卖哦 那现在目前呢 它是最高端的机型 拥有各种顶级的配备 还有双新通讯哦 当然还包含了刘德华的代言哦 那它其实有出两种颜色 红色的是大家最喜欢的 端红色哦 所以很多人说抢都抢不到啊 那这个机型也说是跟这个MAT 哎不对 跟iPhone 15 Pro Max 都被称为是机王 那这一台呢 是华为的机王 有刘德华来当任代言人哦 所以很多人说 要买就要买到这个最顶规的RS系列 只是现在还是都是要排队啊 那华为另外也被大家讨论的 就是新闪的技术哦 有说这个棒打出锯子啊 这一次他们新闪也是突围而出哦 他说这个美国的制裁 是人类文明里面的恶棍哦 是全球霸权的一个象征 现在终于是踢到铁板了 那棒子至少生出了三个锯子 包含扩边的金砖哦 以及华为 前者成为了美元的避风港 去美元化的组织 那后者呢 就是指华为 杀出重围 遇火重生哦 甚至推出技术超前的黑科技 就是新闪技术哦 新闪技术有多厉害呢 据说它这个技术覆盖的距离哦 比起蓝牙要提升两倍哦 而且连接的设备数呢 提升了十倍以上 所以看起来比起蓝牙更加厉害啊 所以这也意味着是不是 打破了Wi-Fi跟蓝牙 二十年来组成的厚实壁垒 华尔街日报就讲说 这是挑战蓝牙跟Wi-Fi 全球无线通讯的一个标准 也显示呢 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制裁之下 加倍努力关键技术 现在未来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 那还有一些独立的科技评论员讲说 华为知道每个人哦 想要更多了解的 Mate60当中的晶片 所以呢 他们不谈论它 其实就像是藐视美国一般 那现在看看这个中美的晶片站 华为的心机热卖之后呢 也带动了下游的一些供应链的爆单 因为其实残淡了几年 在这样的打压之下 现在所有的供应链 都已经处于订单爆满的情况 甚至很多还在中秋的时候 都还要可能要加班 为了要应付现在目前的爆单量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 前副部长魏建国他讲说 现在已经证明出来 美国所谓的脱钩断裂 其实是情侣既穷 情侣既穷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中国的高科技的领域 也会继续涌现更多的璀璨星星 来照亮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 那到底谁会是这一场 晶片大战的赢家 我们看德国之声讲 目前没有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类型的晶片 长远来看 专家认为 唯一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 恐怕就只有中国大陆 他是未来会是这一场晶片大战的大赢家 那现在连这个荷兰 也是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 尽管美国不断在施压 可是这个荷兰的这个光科技 艾斯摩尔还是说 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中国这边的市场 那美国还预计要继续来这个 无限期延长韩国晶片 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豁免 因为韩国也是受不了 就如果继续这样子 不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 也会重创到他们产业 所以我们看看 哥大教授萨克斯讲 他说他对于中国的经济 是充满信心的 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 恐怕会是一个严重失败的收场 那再来除了这个华为之外 我们也看到这个C919 又有再迎来100架的一个订单 就是中国大陆的东航 又再追加了这样的一个订单 会分7年来交付完成 所以这次购买了100架 大概整体来说的话 大概是99亿美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他其实2021年就已经有 首批5架C919 然后所以他等于说再度追加 而且是一个超大订单 而且今天开始呢 其实在这个天津 有进行这个中国大陆的 国际汽车展览会 正在开幕 所以在这一次的 十一长假当中 很多人也跑去 要看这个汽车展览会 所以他们就预估说 这个中国的贸促会的 汽车产业分会负责人就讲说 今年大概整体 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量 将会超过400万辆 预计将会成为全球的最大汽车出口国 所以恐怕这个日本跟德国 又要更加紧张了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 其实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 2023年是很重要的年 那中国大陆大概完成了四个突围 都对美国的秩序 做了很大的打击 第一个就今年三月 那个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那美国本来是要用以色列结合 顺利派去打击失业派 这个局被破了 那后来整个阿拉伯和解就开始了 那第二个就今年八月 就是八月就是金砖扩容 你们这里也有提到 那接下来就是华为 就是华为的技术突破 那接下来是十月 十月是一带一路峰会 那今年参加的国家高达130个 那几乎是开联合国 除了那个G7没来之外 所以都发生在2023年 这个事实上 如果用中国大陆的成绩来讲 这个叫后积薄发了 就它是让银积累很多能量了 那结果都不约而同在今年爆发这样 就华为技术也突破了 那金砖非美元的支付体系 也要开始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我们说那个中东 也受不了美国那种 制造冲突的模式嘛 他们也要和解 要共同发展 那当然那个一带一路峰会 也是在讲共同发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美国那一套老是拉一边打一边的 冷战围堵的搞法 并不受欢迎 那或者说他也押不住中国 事实上你刚刚染到C919 C919在上个礼拜也拿到第一个国际订单 对对对 就文莱跟他买了15架 所以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 都已经开始了啦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搞国际政治还是要心存善恋 就是你还是要求和平共同发展 你一天到晚就是要鼓动人家 出来搞政变 或者是阿拉伯之村被推翻的政府 现在有哪一个国家活得特别好的 你告诉我 利比亚有活得比较好吗 对不对 很多地方都这样嘛 就是乱七八糟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还是要心存 我们不要讲心存善恋 是心存正恋 不作恶 就是这个谷歌以前是说不作恶 Don't do bad 那这个叫做Don't do evil 国际政治还是要心存善恋 心存正恋 副总理何立峰 言你要先行访美 人家讲说 这代表说是不是在为这个习拜会 正在做一些先行的讨论呢 那知情人士透露说 现在中美双方正在讨论 就是这一次何立峰的访美行程 他也是拜登就职以来 就是中国大陆访美最高层级的官员 另外还有消息说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呢 也计划在十月份的时候要访问华府 所以这两位 这个何立峰跟王毅的 这个去访美的行程 感觉上面好像都是在做一些 先行这个习拜会的准备作业 那我们看看 这个学者就讲说 因为王毅提到 APEC不是这个 这个角斗场 所以是不是能够习拜会成行 他说现在要看美方 是不是能够尽责 他说中方呢 从不缺起主要的 就是多边 国际上的多边论坛 所以应该是美方 要善尽一些职责 而不要变成这个 变调的一个角斗场 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在看美国的诚意如何 另外我们看众院现在调查 杭特曾经收了这个中国人的电汇 而收款的地址就是拜登家 这记录显示呢 是2019年的7月26号 收到了1万块的汇款 而同年的8月2号 也另外收到了25万元的汇款 地址都是指向 这个拜登 威明顿的住家 所以现在看起来 拜登自己 也深陷在这样子一个 杭特的风暴当中 那拜登就讲 现在开始在说 他很担心说 是不是这个选情不妙 有可能落后川普 他就讲说 极端主义者川普 正在发动猛烈又直接的攻击 敦促美国的人民要捍卫民主 并且指控对手 正在企图颠覆美国的制度 那的确现在美国很混乱 昨天大家看到这消息 都觉得零元购又开始了 因为费城这边出现了 大规模的这种 这个劫掠这样子的事件 所以警方还出动了 快速打击部队 逮捕了52人 这费城的年轻人 在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抢劫 那主要有些 就是因为这个iPhone15 要登场了嘛 很多人就去 抢一些这种高价品 那这些年轻人呢 也跟远景发生冲突 但路人没有阻止 反而为之欢呼 场面是异常的混乱 所以美国现在目前 这个迷你的经济奇迹 被这样形容 金融时报这样形容 他说恐怕难以持续 因为拜登时代大规模的支出 刺激了经济成长 但是呢产生的债务 恐怕这个后果是更加的严重 那另外我们来对比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迎来了 十一长假 今天中秋夜会出现一个 超级月亮 据说是在这个五点多 将近六点的时间 会出现这个 最近十年来最远的一个月亮 那这次的十一长假 因为加上中秋 被称为史上最火的假期 总共有八天的假期 很多人都说要赶紧的 可能订不到高铁票 那赶快去上高速公路 结果上了高速公路发现 原本觉得自己很聪明 结果上去之后发现 大家都是聪明人 因为全部人都 在高速公路上头了 对所以到处都是人潮 也看得出来 这一个消费力的回温 甚至很多人就是愿意 就是返乡 那他说这个平常 两个半小时 今天要花十个小时 那甚至还有这个 北京长假跨区流动的人潮 八天说预估上刊二十亿人次 那看起来这个 大陆十一长假的运输 启动这个长三角铁路 预计要发送超过两百五十万人次 还有多地都预测说 可能光是北京 他们全市接待的游客 就超过一千两百万人次 成都预计接待的人次呢 甚至可能要超过两千五百万人次 所以甚至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讲说实在订不到房了 所以还有这样子楼梯房的这种消息出现 就说这个因为要住宿我订不到 所以有这种特殊的需求也出来 然后连这个亚运的冠军 也都抢不到回家的车票 就说冠军也没办法抢得到 甚至还有人带着一锅饭 上这个高速公路啊 我们来看看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 这个十一长假 这个大家通通都要返向 或者是出去玩了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真的是没想到 奇怪怎么不去坐高铁啊 抢不到票啊 我的妈呀 不以前还有更惨 有的是全堵住 然后就下来打麻将 有有有 刚刚有看到 说什么闲眼包 那个要整个车都动不了的时候 才会找到这种现象 这个自以为聪明 我自己也碰过了 半夜出发结果 大家都一样聪明 对啊 所以两岸的智慧是差不多的 所以不要互相骗 你想得到了 人家都想得到 我曾经有一次 从台北开车回去高雄 全家开了十个小时 正常是四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氛围 何立峰去大概就是要先 调定经济的议题 那政治的应该就是王毅 王毅是后面再去 那目前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乐观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商务部 商务部最近 昨天虽然又宣布了 制裁中国的一些公司 可是那个都是直接连动到 伊朗的无人机 然后他还把另外一个 就是有一个解除制裁 有一家 那前一阵子不是解除了27家吗 表示这个是可以谈的 那比如说对韩国 说这个他的半导体 要出口到中国大陆 很可能就是无限期开放 本来是说再延一年 那突然就传出一个消息 说大概就不进了 我觉得华为的技术突破 给美国一个启示 就你做得出来我就卖了 那华为如果可以做到五奈米 你还进个鬼 所以台积电恐怕也会被解禁 就是你就可以卖了吧 不然以后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 那中国大陆到最后就被你逼出 全部都自己做这样 不就是这样吗 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有这个趋势 所以ASM也会紧张 那另外一个就是贸易战的部分 因为美国的中下阶层 现在生活真的不好过 那拜登事实上最快 能够让他们生活压力降低的 就是处理那3500亿美元的 中国关税 那平均关税是19.3 那现在戴琪 因为拜登这个人死要面子 那戴琪已经说了 说我们要对中国的贸易品项 做301调查 所以我觉得 他是要用这个政策来取代贸易战 因为一定有很多项目 不符合301的规定 那不符合就解除了 这个就是死要面子的做法 就是我不能够说我要解除贸易战 可是我现在要实施301调查 然后不符合了 我认为大部分都不符合了 就解除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逻辑已经出来 我看到了何立峰怎么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何立峰去 大概就是要先把那个清单弄出来 大概知道这个就考验美国的善意 这个就是王毅讲的 那王毅去 我认为第一个他就是要李家超 讲白了啦 李家超不能来那就不用讲了 那我认为美国会放 因为李家超只是参议院建议不要让他来 这个拜登应该可以处理 那其他针对台湾的部分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王毅一定会跟美国谈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氛围下 拜习会见面的可能性真的越来越高 你喜欢他在任何时 你把我拿去到楼子 并且是其他的 你也不像自己的